女孩子穿鞋 平常穿高跟鞋 有什么样的那种关注度 是令到她会产生这一系列问题 我发现有些人脚挺大 因为为了显得自己脚小 就穿着很小的鞋 就挤在一起 然后穿着那个肩 前面还有一肩嘛 女为越籍者容 女为越籍者病 是啊 她这样穿会得什么病 然后呢 她有很多 你很厉害得看她具体的情况 对 刚才你讲到这个地方 您说的这个地方呢 是 这个地方 女孩子那个子宫 外侧是什么呢 外侧是卵巢 卵巢嘛 那有些女孩子走着走着路呢 是吧 崴脚了 前两天我也崴了 我不是女孩子 反正就崴脚了 崴脚了之后 会不会是预示着 她的卵巢有问题 所以她比较容易崴脚来 说到崴脚有这么几点 有的人崴脚呢 就是走得比较急 对 路不平 还有的人那边下楼梯 她灯光又不好 她一般她都拿脚尖去找这个平不平 对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你觉得落到实质了 结果是半块砖 下她以后得砖倒了 她也容易崴脚 而且崴长了 她就还 习惯性崴脚 习惯性崴脚 那么要有崴脚的同志 你现在是这个右脚崴了吗 你这个地方肿起来了 对对对 不要在这儿坐 不要挨它 在左脚上坐 你在这个地方肿了 疼 你在它相同的地方去猫 这样子吗 猫着这个痛点 你也做一个上下左右当中 敲击它八十一下 它马上可以走路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是 就是如果左脚疼的时候呢 没办法坐的时候呢 就坐右脚 对 就有效 对 这个因为我是习惯性崴脚 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 您刚才在节目中间的时候 你说过一个问题 就平常做崴 要是崴脚的人要做什么来着 把脚拿着怎么转来着 把脚脚尖朝地 对 然后呢 用这个怀骨来转 古人以炯为息 古人管这叫炯 一个足字 一个重字 以炯为矮 为息是什么 气息 打起全身气息 你这样左转十二下 右转十二下 每天坚持 你这个地方 就很容易不花脱了 你上次讲到 你说很多人呢 这个脚底下呀 年轻人呢 脚底下那个厚的 那个茧呢 特别厚 你说他没走什么路 他天天开车 怎么可能有 那么厚的茧子呢 这东西是什么观念的 女人要是这儿有茧子多 他月经肯定不正常 这儿也是卵巢 他月经肯定不正常 在这个地方有茧子 他可能是甲状螃蟹 不正常 这个地方有茧子 他颈椎有毛病 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大肠这儿 可能也是出现问题 还有这个肺部 有的是肺部 这有茧子 那可能大便不是 一天挤拉 就是几天不拉 因为肺和大肠相不要理 还有肌炎 同时都说 你要知道这个反射区 那么在这儿长脚垫 或者是肌炎 那就是那个上气出了毛病 所以就是说 任何脚上的问题 都不能掉以轻心 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在节目结束之前 想跟大家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的太多 这个地方反射 那个地方反射 我有一个心理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实在 都记不住的话 你也怕麻烦的话 就是每天拿醋去泡脚 是吧 泡脚了之后 我看您的书里面 就讲这个事情 拿醋泡脚 这最简单了 甭管什么病了 也甭管什么穴位 反应区了 它一次性的 泡到脚肚子这儿 是吧 所以这几期节目 做下来之后 我们和杨老师 学到了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 可能很多朋友 甚至拿一个笔记本来记 没关系 我是觉得说 花一点点时间 每一天的去研究 自己的身体的话 这是最大最好的投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巴菲特说的 巴菲特说 投资在自己的身体上 是最有效 回报最高的事情 你说一个家庭妇女 比如在家里面 她每天研究这个事情 可能因为平常 做了一点点小的动作之后 令到老公 父母 小孩子健康的话 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几天 我们在和杨老师 接触的过程当中 杨老师七多岁的人了 把脚挖的一拖 脚底下滑的 比我的脚底下还滑 又光嫩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分享 我有两点要需要声明 一上来梁先生说 杨毅大师 不是大师 就是邻居大妈 邻居大妈 邻居大妈 邻居大妈就是这样炒菜 什么时候割油 什么时候割盐 这各有各的经验 也许早割就香 晚割就不香 只是这么个经验而谈 就像您说的 是个经验而谈 那么我给我自己定了 这八字方针 学习 广泛的学习 使用 综合的使用 然后第三点就是综合 不管哪个大家的 我认为好 我就一块用 用完了确实有效 推广 就推广 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因为郑先生您说的 我也不想在这里得钱 也不想得什么 但我就想得到一个全民健康 不愧于我活在这个国家 这个世界 七十年而已 我代表全体观众 也代表我的爸爸妈妈 感谢杨老师 谢谢您 希望每一位老太太 都能像杨老师一样 杨老师一样 七十岁了 脚底还那么的光滑 那么的漂亮 谢谢 再见